锁定咯 好 另外说到了母亲节快要到了 是不是想找一间高雅又美味的餐厅来慰绕妈妈呢 接下来东森美食任务就要向您推荐 这一家典雅又气派的上海餐厅 让子女陪着妈妈能够大快躲移 不要忘了说一声谢谢妈妈哦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美食任务 母亲节马上就要到了 到底有什么No.1的这个餐厅呢 可以带妈妈一起去吃呢 我们今天马上就要来这个上海一号 走进上海一号餐厅 迎面而来的就是华丽的厂廊式建筑 有让人走入中国古代宫廷的感觉 一转角大面积的用餐空间 和许多老上海照片 有当年十里洋场的气派 不过王经理表示这样还不够 还有精致豪华的大小包厢 可选择给母亲一个惊喜 这个房间我们有那个好大的花啦 然后古代的花 然后水晶灯啊 什么都是古式古香这样子 对 那除了这个VIP室以外啊 那如果它是大家庭的话 像洛杉矶这么多大家庭怎么办 大家庭 还有我们有小厅准备 可以做几桌这样子 家庭最坏啊 如果你请客了 都不错的选择 包妈妈选好包厢之后 先将新鲜冷盘全端上桌 每道都是精致的开胃菜 不仅要满足一群人的挑剔味蕾 王经理还力推这艘冰凉又新鲜的鲍鱼船 对 你没有听错 就是放上许多大颗鲜鲍鱼的冰船 给妈妈滋补养生又开胃 一阵消暑气兼透新凉之后 再品尝主厨田师傅推荐的冷盘功夫菜 老上海鲜鱼 这个鲜鱼啊 是我们选料非常讲究 一定要在六斤到八斤的之间 然后我们是现点现做 现点现做新鲜 非常新鲜 冷盘吃完之后 大菜准备上桌啦 一大盘新鲜海滋味 有大分量的海参干贝 不仅色泽丰富口感滑溜 另外还有一道热乎乎的鲍鱼烧鱼唇 一勺咬起来 哇 晶莹剔透的滑溜美味 更是众多妈妈们口中的热门养生菜 鲍鱼唇啊 鱼唇 鱼唇 深海鱼唇 我们采用的是 自动舌锅 要经过三倍多度的高温来烤 然后再加上我们三十几种的配料 一起研制 成功做成这个酥子 而全家上餐馆吃好食材 怎么可以少了妈妈的味道 为了从菜肴中体现出母爱的伟大 田师傅更推荐拿手的老弄堂红烧肉 不仅强调着入口即化的口感 一边还透露着这菜肴背后 感人的上海老故事 在很久以前在上海的老弄堂里有一位妈妈 在这天节日她买了几斤肉 蹬在沙包里面 结果她的小孩回来 沙包一打开 哇 好香啊 好香 因此这个肉一直流传到现在 就三个手指的厚度 它筋已不口 太肥已不口 所以我们非常讲究 我们的肉是进口即化 师傅就冲着你这个入口即化这句话 我马上就来试试看 到底红烧肉 哇 是怎么样的入口即化 不得了 不得了 一吃进去啊 嘴唇 嘴唇刚才刚碰到啊 那个香味啊 跟肉味啊 就已经进来 而且你这个胶质非常的嫩 胶质啊 一进去 口感这样嚼嚼 然后接下来就是瘦肉的部分 哇 层次分明 对 好吃 虽然说是全家人一起吃美食 不过最怕的就是遇上吃惯牛排的小朋友 偏食不愿意吃中国菜 因此田师傅也帮妈妈安排了这道西式黑椒牛柳梨 入口 嫩 是第一位 甜 香 三者缺一不口 香 是黑椒的香 甜 是糖 但是糖跟我自己种料搭配起来 它是有互动成比例的 而针对食量较大的朋友 不妨就直接来到乌冬大肉蟹 感受这结合中式和日式口味的好滋味 不只上餐馆吃美食 为了让一幕前的妈妈们也学到一招办事 田师傅还透露了她长勺多年的主厨小秘诀 这个女经纪的好友她做出来 柔 香 花嫩 有一种进口 有一种舒畅这种感觉 因此我今年做了18年 我一直不用倒什么料 我都用它 桌上一道道的山珍美味 不仅要让所有美国华人 今年欢喜迎接母亲节 透过东森的镜头 餐厅经理跟主厨更是在此 慎重地挂宝证 欢迎大家来我们上海一号 度过一个欢乐的母亲节 我拿最好的菜也要奉献给大家 所以今天的美食任务成功 好吃在哪里 吃什么看这里 东森新闻美食任务专辑 带你吃遍洛杉矶最受欢迎的美食餐饮 各种不同风味主厨料理 美食任务带你品尝生活 市区健康